字幕翻譯 好 各位同學晚安 晚飯之後我們來做 The Catch and Ride的解遷導讀陣音 繼續來進行 昨天因為錄製小單元的關係清潭 所以暫停一次 我們今天把進度補回來 好 回憶一下我們之前到了142頁 應該是143頁 I started wondering like a bastard What the one sitting next to me 那我繼續往下講之前我要回到142頁有個地方上次 上次有點遺異 好 這個hers 我後來發現這個hers不是他的皮箱是他的籃子 那個straw basket 也就是說 他坐下來的時候不小心把籃子掉到地上了 那個稻草邊的籃子也就是 修女要 募款 善款用的掉到地上 Colden去幫他撿起來 不是皮箱 那個因為是所有的 應該是所有的代名詞 所以要找到先行詞 要往前找一點那個straw basket 在這邊 上次是講皮箱 他皮箱倒了 其實不是 只是 他要募款的籃子掉了 這樣子 好 這樣沒有疑問我們就可以開始繼續往下講 那 Horden在聊天就是天南地北亂扯 他可能也是一個很會鬼扯的人 這樣子 那他就東聊西聊聊到 那個戴眼鏡的 戴了一個金屬 邊眼鏡的說 他教英文 然後呢 他旁邊的那個同行的友人 教歷史跟美國政府 那Horden就開始 一頭黑的問號 那個叫做 I started wondering like a bastard 就表示說 有點 有點感覺腦袋瓜轉不過來了 他很想知道說 他就很奇怪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修女 教英文的那一位 他如果說 自己教英文然後他怎麼去想他自己身為一個修女 以修女的身份 教英文的過程當中讀到一些 英文 必須會讀到的小說也好 戲劇也好 裡面有一些 可能 兒童不移的內容 修女六根親近 他在教的時候會不會覺得怎麼樣 這樣子 Horden有點疑問 他好像認為說 修女應該是教聖經啊 清文之類的 清文之類的 books not necessarily with a lot of sexy stuff in them but books with lovers and all in them 他說 不 不不 不竟然 會教到一些英文的讀物有很多的 兒童不移的內容在裡面啦 又不是 又不是教那個 那個 playboy 但總是有一些書會有 啊 像那種 Romance 好就是有一些 浪漫愛情故事 這樣總會有一些男女戀人 這個不是對修女來講很難教嗎 啊 Take old Eustatia vibe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by Thomas Hardy She wasn't too sexy or anything But even so You can't help wondering what a nun Maybe thinks about them Thinks about when she reads about old Eustatia 他又想到那一本他很喜歡的 Thomas Hardy 英國小說家 啊 那 Thomas Hardy其實蠻有名的啦 他寫這一類的三情的書蠻有名的 我之前有講過書商不太喜歡 不太喜歡出他的書我們來查查看這個人 看起來像是一個 禿頭男 1840年出生 1928年算是蠻當代的 1928年過世 民國十七年 was an English novelist and poet 他還是詩人 a Victorian realist in the tradition of George Elliot he was influenced both in his novels and in his poetry by romanticism 他是浪漫時期 被浪漫時期影響 那你念英國文學史你應該會知道說 從文藝復興以後 文藝復興結束的時間應該是在大概在 17世紀左右 那17世紀之後 那17世紀之後接的就是新古典主義時期 新古典主義時期大概就是17世紀為主 接在文藝復興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17世紀的詩人 寫的詩都蠻不錯的 到了18世紀就是 甚至到19世紀是浪漫時期 寫的詩人寫的詩人寫的詩都 浪漫時期的詩人寫的詩都 裡面就有很多男歡女愛的事情 我們可以來看看 Romanticism 你看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在18世紀 歐洲來講大概就在18世紀末期 接在17世紀 到18世紀 前 中期以前的叫新古典 Neoclasticism 那這段時間 剛好就是英國比較 邁向現代化 工業革命啊 包含了理性時代 包含了啟蒙運動等等 這樣子 好這個我們先不管 我們來看他寫了什麼書 呃大家最熟悉的應該就這一本了啦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我們來看他寫了什麼書 還是 看一下 好看他的小書 這本 The Mayor of Castbridge 也蠻有名的 Truly Obscure 蠻有名的 好他有一個這個Romance 有沒有 他寫了很多Romances and Fantasies Romance 好這個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在他小說裡面 1878年的時候寫的 我還是覺得這個 不曉得是不是翻譯的問題 我要確認一下 我看看中文怎麼翻的 我們實作看看 Thomas Hartley 浪漫時期 他翻成 戴司姑娘 喔對戴司姑娘這比較有名的 那你只要看到 什麼波蘭司機這種都是專門拍那種 我沒記錯的話 喔 比較揚眼一點的 這是納塔沙金斯基 扮演 拍成電影過這本是最有名的 我沒記錯 但我不知道他中文怎麼翻啦 戴司姑娘對 這個最有名 但我相信應該蠻好看的啦 以現在的 角度來看應該 票房會不錯 所以類似像這種戴司姑娘跟 那個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這類的都在那個年代來講 都是蠻山形的 像這一幕有個女孩 從窗外往外看 這個 在 Eustatia Vibe 裡面也有這一幕 這一幕 這種 隔著窗戶往外看的 之前那個叫做 Kathryn Lita Jones 還什麼的 也有這一幕 所以 這種都是那個年代 女孩子比較 不安分的 少女 往外看 下面窗外的 男人們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 他們查的應該是有這種 很容易描寫這一種 同學有興趣可以去看電影 劇照 我試試看好了 加油 Kathryn 這樣 是 好 同意順便欣賞一下電影 這個應該叫 Moore 英國有很多這種荒原 好 這個就是 You stay survived 劇中的女主角 好 來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女的從窗戶外面假裝在看書其實她是在看外面的男人在在幹嘛 這個 他們查理很喜歡寫這個所以他的很多的 小說只要我剛看那個戴絲姑娘裡面也有這一幕 有沒有看到 這種都很經典的鏡頭這個 這你如果換一個人來演的話就那個韻味就跑掉了 所以為什麼我講 那個那個 我不會念她的名字啊那個威爾斯人 那個Welsh的名字好像是Lita Jones 壞人來演可能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有沒有看到一個窗戶然後往外看 然後往外看 所以為什麼Holden會 一直很喜歡 You stay survived 同學看這部1994年的電影我記得是1994年的你會得到一點點線索 那你再回頭看剛剛這個有沒有 我們看這一幕 也有 可以比對一下這個 過頭了 可以比對一下這個 戴絲姑娘 這個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為什麼他媽哈利在在當時那個很純樸的 18世紀中葉 到 應該19世紀了 19世紀中 到 以後 到 19世紀末的時候 這種 英國比較純樸的 地方 他不太出 他媽哈利的書 這樣子 有時候變禁書了 我不知道他說有沒有被禁啊 看樣子應該是會啊 呵呵呵 所以 Holden又講到那個 You stay survived 我一定要把他名字查出來 不行 你不要 你看 中 是 這 我可以把他名字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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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的半年是Zeta Kathryn Zeta-Jones 好 这样子 1969年 这个58年是的 好 所以为什么 Holden 他一直会提到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s Thomas Hardy的这本书里面 那个主角 You Stay Survive 原因是因为 他认为这本书 比较煽情一点 虽然不是那种 非常sexy stuff 但是有lovers这种 他就讲了 比如说Eustacia Vi 我们刚刚看的那个 Kathryn Zeta-Jones 办的 演的 She wasn't too sexy or anything But even so You can't help wondering What the noun maybe thinks about When she reads about Oh Eustacia 他说他不是那种很性感 或是里面有很多很煽情 但是呢 你实在是没有办法不去想 到底一个修女 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读到Thomas Hardy的那个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s 里面的 You Stay Survive 心里是怎么想的 会不会看一看说 我要缓俗了 不玩的 我猜Hoden一定心里这样想 I didn't say anything though Naturally 他就不再提这档子色 自然不去提 别的煞风景 他只是心里想一想 他还没有笨到说 真的会去问 All I said was English was my best subject 他马上 这个Hoden有学到教训 你不能什么东西都实话实说 想到什么讲什么 不考虑场格 他只好讲 把他想要 疑惑的事情先不去提 他反而就随便讲说 我英文是我最棒的科目 英文最棒 其他都被当让我 Oh really Oh I'm so glad The one with the glasses that taught English said 那那个教英文 那个戴眼镜的修女就说 Oh真的吗 太好了 我很高兴 你的英文最棒 She was really nice 他后面还讲说 What have you read this year? I'd be very interested to know She was really nice 他讲说 那你今年读了哪些书呢? 我非常想知道你都喜欢读哪些书 She was really nice 他说他真的 这个人真的是很棒 你一讲喜欢英文 他就要准备跟你讨论英文书 这让我想起来 我几年前在中澳东路 一间补习班 接了一个加拿大人回国了 离职了 他的阅读写作课程 那我每次上阅读课 我只要问 因为那是全英文授课 我只要问大家说 大家最近看了什么书 没有人举手 没有人读了任何书 掰都掰不出来 那就是我们 要上阅读课 但是并没有阅读的习惯 后来 慢慢教室就没有人了 结果呢 那个补习班因为规模蛮大的 就派了类似像都学这种 来调查说为什么我的课程 阅读写作课上到最后 一个人都没有 这样对他们的营运跟营收来讲 会影响蛮大的 毕竟在东区寸土寸金 开的冷气那么大间教室 里面要产能利用率达到最高 就是应该要有20到30个学生才有办法 结果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教室里面一个学生都没有 然后就有人来查 一个女的 他就来查说 你课都怎么上 为什么都没有什么学生呢 我说你的问题问得很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学生啊 那他就说 那 你个人认为是什么原因 我就直接跟他讲说 people don't read 大家不读书啊 他就说怎么可能 你上个月读课怎么会 大家不读书 我就问他说 那你 我问同样的话 我问那个读学一个女的 看起来也是蛮菜的 他搞不清楚他在跟谁讲话 他以为我是那种 到处 其实也是啊 到处混饭吃的 去随便乱教的那种 我就问他说 what have you read 就是说 what's your last book what's the last book you read 我说你前一本书 我不讲你读了多少书啦 你前一本书是什么 他整个人忽然 好像 好像神游外太空一样 看着我好像觉得 我在问奇怪的问题 他还说什么 我说 你刚刚不是说 我讲大家都不读书 是言过其实吗 那我问你好了嘛 反正你来查原因 我就先问问看 你前一本书读的是什么书吗 他当然答不出来 哈哈哈哈 他还跑来心思问罪 查我 那个阅读读课为什么没有学生 他查了半天 我说大家不读书 可能是主要原因 他觉得我在 胡说八道 我就问他 那你前一本书读的是什么 答不出来 哈哈哈哈 最后我跟他讲说 我告诉你 我在读什么 好不好 我就把我的 平常放在包包里面 都有一本 John Gresham的书 学美国法律的那个 Thiller Legal Thriller 拿给他看 他一个字都看不懂 哈哈哈哈 信心然走了 但我也被开除了 哈哈哈哈 对读学不敬 哈哈哈哈 这样子 所以 读书 不读书 差别很大 我们并没有 为什么我讲说 我们国内 即使是台北首善之都 教育知识准准 最高的地方 你也很难看到 学生来上阅读课程 他如果进来上课 他读过书的 他一本都没读过 讲了讲不出来 这样子 那课就上不下去 因为我讲了 他一定都听不懂 那你看 我的反应跟 这个修女的反应 是一样的 你最喜欢英文 你英文最棒 那请问你 读了什么书 那你不要乱讲 因为你随便瞎掰 一本书 人家跟你讨论内容 你就讲不出来了 哈哈哈哈 我还碰过 有个学生 他专门接 他本身是补教业的 他听说 我没有求证啊 看起来不太像 他在英国有一个硕士 在美国有一个硕士 他是双硕士 然后呢 专门接 比较 像富二代这种 的 课程 英文课 但他本身英文不好 但他接得到啦 就是说 他很能够去应付 婆婆妈妈 贵妇 贵妇团 那他只要是比较 不太 就连掰都掰不出来的课程 他会来找我上课 我先帮他讲好 他再去跟贵妇团的 富二代上课这样 结果有一次呢 他又来找我 很久一旦 也没见面 他又来找我 然后呢 说有一个极箭 就有一个小朋友 好像要去参加什么 肖邦钢琴大赛 反正入选了 要写一个 像感言一样 得奖感言一样的东西 在纽约 结果 小朋友可能不太会写啦 他就带笔啦 他写的也是乱七八糟啦 我只好帮他改 然后呢 改一改我就 我就问他说 那你写这个百老会的戏剧 这个内容你要怎么写 写这个有什么意义 结果他就赶快上网查 结果呢 上面写的是钟楼怪人 他在跟我扯的是另外一个 歌剧魅影 我一直在写 我一直觉得不对 我说不太对吧 我说这个是钟楼怪人 你讲的那个好像是另外一出 怎么剧情都不一样 他跟我讲说 没关系啦 乱写就好了 那个只是有次可以看就好了 哈哈哈哈 内容就不对 这样子 大家反正也不在乎 有次就好 这样子 那你看这个修女问他是真的讨论内容 我们可以往下看就知道 好他问Hoden说你今天读了什么书啊 他还没讲完那个后面应该是Caesar 凯撒大帝 那他讲了什么呢 他讲了一大堆 他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 Anglo Saxon 昂格鲁撒克逊的这种古英文时期的东西 像Bale Wolf 这个我之前提过 可能在西元第八世纪 所写出来的 这种传说写成史诗的形态叫Epic 那这种口尔相传的史诗都是一些clan族 像danish或是gits属于北欧的蛮族 你也可以讲日耳曼蛮族之类 或是你看卡通那个北海小英雄之类的 他们有一些传说 就是怪兽 柯其拉来 骚扰 大家的生活 然后就有 那个英雄 warrior出来跟怪兽打架 这样子 那这个怪兽比较不一样 听说有Grandall 还有他妈妈 Grandall's mother 还有Dragon 不是我们那个龙 是那种喷火龙 有很多的怪兽这样子 然后听说最后那个Bale Wolf 打到最后被牺牲了 这样子 那这个我有看 我之前讲说我在 前面的小单元 第一集的时候有讲说 那个不是第一集 我在这个前一篇的 说文解释里面有讲到说 那个Bale Wolf 你上英国文学史一定会上到 在第一页 后来我查一查很接近第一页 好 我把它放大一点顺便介绍一下 这个不必另外开辟一个小单元的 因为保证所有人全部瞬间睡着 哈哈哈哈 这个拿来可以当武器啊 就是 你很生气的时候 把这个书拿过来砸过去 会打死人 这么重 这样子 你也可以拿来当亚铃 哈哈哈哈 这个只是上册1 还有2 哈哈哈哈 你就知道 英国文学史多 多繁号 好 那我来介绍一下 有我的长书章 这个1992年 10月3号我买的 那我们来看看Bale Wolf 到底在 因为古英文时期 我前面讲是从7元7世纪 到1066年 Norman Conquest 那个 诺曼帝公爵 征服了 入侵征服了英国 好看一下 他其实很前面啊 25页 前面其实是介绍一些拉哩拉扎的啦 有没有Bale Wolf 然后在这边 第25页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被唬烂 有没有看到我的 画红线跟黄线的地方 我真的看了 我还有注解在上面 这种 这种荧光底褪色的程度 应该有20年以上的历史 所以我自己临时画也来不及 那我就把里面 比较重要的朗读一下 他这个还好 朗读也没有用 因为他不是原来的原文 他是翻译过的 翻成现代英文 所以没什么好朗读了 要找到原文 因为这个他原来就这样设计了 古英文没人看得懂 那我就念一下里面的比较重要的地方 好 好 我就随便那一点点啊 来赐名他是北欧的 好 他的意思是讲说 虽然这首诗本身是用英文写的 用古英文写的 而且他的来源出处就是英国 但是 他并不是 讲述 原本 英国的原住民 原来在那边的人 当地人的意思 那个叫Native Englishmen But with their German forebears 但是呢 所讲述的却是这些 英国当地人的 祖先 来自于日尔曼 Germanic 的祖先 好这样子 Especially with 2,000 Scandinavian tribes 尤其是两个族 都是北欧来的 斯堪蒂娜维亚 的族 尤其是两个 我刚刚有讲 一个是Dans 可能跟丹麦有关系 and the geese 这样子 who live on the Danish island of Zeeland and in Southern Sweden respectively 那这些 这两个族是比较靠近 斯堪蒂娜维亚 那个像半岛一样的 那个地形的 比较靠南部的地方 那那个Dans 靠近 居住的地方 当初是在丹麦 岛 Danish island of Zeeland 叫Zeeland的地方 所以现在纽西兰 有人翻译成 新西兰 叫New島 Zeeland Zeeland 就是北欧 Scandinavian 那个地方靠近南边的一个岛 Danish island 所以他就 把纽西兰叫成 新的这个 Danish island 所以有人不叫纽西兰 有人叫新西兰 蛮怪的 我不认为可以 音译跟次翼南 混得一起 当人 当地名 然后很怪了 然后呢 那个Dans 就是那个Zeeland 那边的居民 那他说 因此呢 实际上 这个诗所描写的内容 要比 要比较它的文字 要比较它的文字 要更早 从历史上来看 要更早好几个世纪 换句话说 这个诗是 Beowulf是西元 八世纪左右的 所写出来的 我记得是这样 实际的故事是 还要再往前算好几个世纪 那已经超过七世纪以前了 那个更古英文了 太古英文 不会吧 哈哈 That is 也就是说 It concerns the time following the initial invasion of England by Germanic tribes in 449 到五世纪了 果然被我猜对了 哈哈 为什么呢 日耳曼蛮族入侵 英格兰 在西元 449年 所带过去的 这样子 那我刚才有讲蛮族啊 北海小英雄那种卡通 那个叫日耳曼蛮族 但是呢 早在 因为日耳曼蛮族入侵 造成了昂格鲁 撒克逊 人的迁徙 那这个大迁徙完成之后 之前 大概在 噢这些 噢这些 这个诗写好要 诗那个时候 那个使诗是用唱的 吟诗 吟的 用用 不是用念的 用吟诗的 像唱这样唱出来的 他说这首诗写好要唱的对象呢 就是那一些 噢那个听众就是 噢就是 听众的祖先 也就是说当地的英国人 是 这首诗要写给 这些人听的 他们的祖先 到达之前 这样子 讲的是那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我写了一首诗 藏诗史诗 要给现在的听众 多半会是比较 高阶层的 听 那这些高阶层的祖先 听到这个史诗的内容是 远比他们祖先来之前还要找 西元五世纪 这样子 他们听的时候已经是西元八世纪了 这样 那 这些听众在西元八世纪 听到这些诗的时候 会认为 自己就是诗里面所描述的 那个英雄 Beowulf 就有同理心 就认为我们是同一国的 就有共鸣 这样子 The one datable facts of history mentioned in the poem is a rate on the francs made by Hegelach the king of the gates the king of the gates at the time Beowulf was a young man and this rate occurred in the year 520 他说整首诗里面可以考证到的一件事情 表示这个诗不是唬烂乱写的 里面有有史诗在里面 可以追溯得到考证得到的历史 真正的历史有发生过的 在诗里面提到的 在诗里面提到的 法兰克人 或者法兰西人吧 可能 Franx 被 襲击 那是谁襲击法兰克人呢 就是那个Gitz 的国王 Gitz前面讲到其中一个族啊 就是 那个 在南部的 瑞典南部的那个族 叫Gitz 那个国王去攻击了 襲击了Franx 然后呢 那个国王叫做 Hegelach 这个在诗里面有提到 这整个历史事件 发生在西元五百二十年 也 也大概就是 日耳曼蛮族入侵之后 大概六七十年左右 Yes Despite their antiquity the poet's materials must have been very much alive to his audience for the elliptical way in which he alludes to events not directly concerned with his plot demands of the listeners a wide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Germanic history 他讲说即便如此 这个历史都很久远 都是当时还要再往前推 兩到三个世纪以前的事情 但是呢他是用一种 省略法 就是带过去带过去 点点点的意思啊 把很多东西带过去了 因为两百三百年前的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 会造成 听众隐私的时候 太多黑人问号 就听不下去了 他就用省略法 作者蛮聪明的 写诗这个人 那他去暗示到很多 跟他本身的主要的 剧情无关联的历史资料 也不可考的 他就带过去 他是这种笔法 这样子呢 听众 就不会需要太多的 传统日耳曼 历史的那个背景知识 也可以听得懂 这样子 所以会变成说 这首诗的素材 他特别挑过都是 观众熟悉的 活生生就在眼前的 太久远的剔除掉 这样子 好 那我就讲完 表示我看过了 我没有在唬烂 顺便介绍 就不必另外开个单元 再讲Bail Wolf 我现在讲完了 哈哈哈哈 好这样子 那我说这个可以当枕头 确实啊 你看这个厚度 你睡觉的时候 这样一电 说不定一边睡 里面的人物 这个叫睡眠学习法 哈哈哈哈 我开玩笑的 不可能的 那后天讲说 里面有那个O Grendel O Grendel 就是一个怪兽 他还有他妈妈 然后另外一个喷火龙 我记得那个叫Fire Spitting Dragon 跟我们这个龙不一样 他那个龙有点像恐龙 那种暴龙那种样子 And Lloyd Randall My Son 这个是传送在当年的 到处都有类似题材的一个 一个像 诗一样的 也可以拿来唱 吟唱的一个很有名 到处都有的 耳熟能详的一首 像诗一样的东西 And all those things 还有类似这样子 这个都是在古英文时期 我刚刚讲说 西元第七世纪到第十一世纪 1066年的 那个洛曼帝 公爵征服 Norman Conquest 那个1066年 那时候也发生一件 很好玩的事情 你如果仔细去研究 那个年代 古英文时期 法国因为是入侵者 征服者就变成 上流社会的人 宫廷上流社会的人 然后呢 被征服者跟我们清朝一样 他还是有分 比如说满人 再来蒙古人 再来可能其他的 汉人在最下面 那个他有分等级的 那一般的当地的英国人 被法国人征服之后 宫廷里面跟 比较 社会上层的会讲法文 然后呢 希望大家都讲法文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懂英文 没办法沟通 所以反而变成社会底层人士 被弄到最底层的 是讲英文 英文才被保留下来的 那英文里面 参加很多法文的原因是因为 尤其是宫廷中的厨房 所以他们讲说 好像是 厨房里面的用语 多半是法文 包含kitchen这个字 都是法文来的 原字法文 为什么 因为宫中的贵妇 法国的美食的观念 一直没有改变 所以到了英国去说 你们这边弄什么东西啊 就把很多 法国料理烹调的东西 带到厨房去了 那个寓厨一定要懂法文 然后把很多法文的东西 带进去 结果变成很多 东西 英国人讲 当地讲的 只能在 中下阶层之间讲 那个 宫廷里面同样一个东西 要用法文讲 比如说羊肉 mutton 那是法文 mutton 那是法文 你不能不讲mutton 你如果在寓厨 你不讲mutton 那会被修理 可是呢 你如果到一般的牧场去 都是放羊的 都是 英国人 可以讲英文 那可能就变 sheep 同样的肉 这样子 包含那个什么 veal 可能通常是牛 那个beef 可能就变法文了 cow 那种就变英文了 很多喷条的字 其实都是 源自于法国 所以人家讲说 厨房里面的字 全部都是法文 牧场里面的字 全部都是英文 哈哈哈哈 是这样来的 47分钟 那我今天补充资料蛮充分的 他说虽然我们要读一些死人骨头的东西啦 那个什么 bele wolf 哦 那个lorendal my son 但是我们也要读课外读 来增加额外的学分 所以他读了不少 那个outside books 去拿额外的学分 偶尔 once in a while 他读了什么呢 他很高兴 他说 i read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by thomas harley and romeo and julian 他看罗密欧跟朱利叶 与朱利叶 还有凯撒大帝 看 shakespeare的戏剧 oh romeo and julian lovely didn't you just love it she certainly didn't sound much like a nun 那没想到那个修女居然讲说 哇太棒了 罗密欧与朱利叶太好了 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呢 然后那个holden就觉得说 他样子看起来好像一点都不像修女 修女也疯狂 yes i did i liked it a lot there were a few things i didn't like about it but it was quite moving on the whole 他说 他holden真的看过啦 他不是随便跟你胡乱乱讲 他说我我真的很喜欢啦 不但是喜欢还非常喜欢 那里面有一些情节呢 我不是真的觉得他那个作者处理的很好啦 但是呢也蛮感人的整体而言蛮感人的 虽然里面有一些情节我不太喜欢 整本作品很好 罗密欧跟朱利叶整本 整出戏剧写的很好 我非常喜欢 但有些东西没有处理好啦 他不认为他处理的很好 他不认为那个shakespeare处理的很好 但是呢也蛮感人的啦 整体而言还不错这样子 他当书品了 剧作家那个影评啊 What didn't you like about it? Can you remember? 他说 那个non跟他玩真的喔 那你说里面有一些情节你不喜欢 哪个部分你不喜欢 你还记得吗 他跟你玩真的喔 不是像我们 风花雪月 然后呢 东扯西扯讲了个半天自己也没看 他一问就倒了 哈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他 李尚往来 啊 就是 那个逢场作戏一下 你不要真的去探讨内容 让你修理 to tell you the truth to tell you the truth it was sort of embarrassing in a way to be talking about Romeo and Juliet with her 他说 讲实话啦 要去跟 修女谈 罗密欧跟朱立叶 真的有点不太好意思 卡卡的 他如果跟那个 Jan Gallagher就没有问题了 跟一个修女谈好像觉得怪怪的 哈哈哈哈 对象不对 I mean the play gets pretty sexy in some parts and she wasn't on at all but she asked me so I disgusted with her for a while 那我的意思是讲啊 那部 罗密欧与朱立叶 那个莎士比亚写的戏剧啊 里面有一些情节 其实是蛮煽情的啦 有一些 有一些部分 然後 他又是修女 我现在 感觉好像有点别扭 但是因为是他问我 主动问我的 不是我主动提的 所以我只好 就跟他聊一下内容 Well I'm not too crazy about Romeo and Juliet I said I mean I like them but I don't know 他不喜欢 不是那么喜欢真正的主角 罗密欧跟朱立叶 他反而不喜欢主角 他真正喜欢的是另外的人 配角 这就怪了 所以他讲说 我不是真的很喜欢 罗密欧跟朱立叶 我是说我喜欢他们 但没有那么喜欢啊 到144页 那我后面就等 且待下回分晓 52分钟了 因为我们今天补充的资料 比较多一点 我不 刚因为有连贯性 我就不开辟 临时在开辟小单元来讲 Bell Wolf那一段 那我就 看今天讲了多少 好像 讲了一页吧 我今天只讲了一页 最少的一次只讲了一页 好 那因为有补充的关系啦 我相信补充内容也很丰富啦 好 我们就今天讲了一页 内容其实蛮不错 然后我用正音的把这页正音完 我们今天就大功告成 圆满结束 这样子 好 我就直接开始 我完成的找到句子 中文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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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I said, all I said was English was my best subject. Oh, really? Oh, I'm so glad. The one with the glasses that taught English said, What have you read this year? I'd be very interested to know. She was really nice. Well, most of the time we were on the Anglo-Saxon Beowulf and Old Randall. And Lord Randall, my son, and all those things. But we had to read outside books for extra credit once in a while. I read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by Thomas Hardy and Romeo and Juliet in Julius. Oh, Romeo and Juliet, lovely. Didn't you just love it? She certainly didn't sound much like a noun. Yes, I did.I liked it a lot. There were a few things I didn't like about it, but it was quite moving on the whole. What didn't you like about it? Can you remember? To tell you the truth, it was sort of embarrassing in a way to be talking about Romeo and Juliet with her. I mean, that play gets pretty sexy in some parts, and she was a noun at all. But she asked me, so I discussed it with her for a while. Well, I'm not too crazy about Romeo and Juliet, I said. I mean, I liked them, but I don't know. 好,到144頁, 好,我們55分鐘就一堂課就結束了. 今天有補充到了不少的內容, 我更生了一個142頁, 之前講的那個hers, 1,2,3,4, 造數第五行. Anyway, the one next to me dropped hers on the floor. 那個hers是指her basket, 就是木扇款的那個籃子, 稻草編的, 他掉到地上了, Holden跑去幫他拿, 我之前以為是手提箱, 然後我講了, 這個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第一集裡面的, 古英文時期的Bail Wolf, 我真的有看, 那個從第25頁開始, 不是我前一集講的第一頁, 這樣子, 但是也是一開始啦, 前面的15頁是, 拉哩拉哩在介紹一些歷史, 那我講了, Holden難以忘情的, Thomas Hardy, 19世紀中葉的小說家, 英國小說家, 寫的那一本,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裡面的主角, Eustace Silva, 1994年我沒記錯的一部片子是, 威爾斯的一個女演員, 一個Welsh, Welsh, 好像是Welsh, Actress, Kathryn, Zitta Jones, Kathryn Zitta Jones, 她辦的, Eustacia Vibe, 那我赫然發現, 代思姑娘, 因為那是好像是法文, 不太會唸, 代思姑娘的場景, 也是有一個女的在窗口, 凝望, 然後呢,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裡面那個, 也是有一幕, 裡面描寫到, 那個Zitta Jones, Kathryn, 也是, 在窗口往外看, 那個是經典, 我覺得整部片子就是那個是經典啊, 其他沒有了, 哈哈哈哈, 你換一個人來拍, 味道就跑掉了, 這樣子, 好, 然後我講到了, 大略提了一下, Bell Wolf的, 整個時代背景, 我剛剛有念了一段, 後面再朗讀, 所以今天補充的資料非常充, 非常充分, 非常充足, 同學應該, 收穫應該也不少, 也夠催眠了, 還好我提前做了, 我沒有撐到晚上11點, 哈哈哈哈, 顧慮到大家, 可能會立刻看完不到, 看不到一半就立刻倒閉了, 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感謝同學, 晚安。